根据2012年的数字 香港是世界第三大货贵港 在蓬勃的经济活动背后 香港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 船只牌坊是本地三种主要空气污染物最重要的源头 这些污染物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健康 特别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和码头工人 更是首当其冲 船只牌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不可以轻视的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宣布 室外空气污染是致癌的主因 好像码头工人和住在码头附近居民那样 他们长期在近距离吸入空气污染物 幻想癌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而小孩和老人家也会因为空气污染 而增加了幻想呼吸度 和心血管疾病的机会 很多远洋船只 例如货贵船、游轮和货船 在无法例监管的情况之下 都会使用俗称重有的劣质燃料去折省成本 这些燃料的含流量比车用燃料高出几千倍 司会政策研究所自2006年起进行有关船隻污染的研究 由多次筹办活动 同航运业界就减少船隻排放进行深入的讨论 更加促成首个在2011年开始由业界发起的 成封约张 透过拍案之后转用低流油 减少船隻排放 在业界积极参与和支持之下 香港特区政府在2012年9月开始推出计划 奖励自愿转油的船隻 亦都在2013年开展立法程序 规定所有来港的阮阳船隻 在拍案的时候必须转用潔淨的燃油 政府决定立法监管船隻排放 对香港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但是我们要知道 珠三角地区還有鹽田和蛇口 这些主要港口 船隻排放同样严重 所以我们很需要和广东省配合 采取一致的措施减少船隻排放 这样才可以有效保障 整个地区每一个居民的健康 都可以用整个地区 而是把地区训络的健康 都可以用来用来做一个地区 的换营